从小到大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要坚强 不要任何事都想着依赖别人 导致自己长大以后 很怕开口去麻烦周围的人 习惯了 习惯了一个人去解决难题 习惯了一个人去承受压力 就连难过的时候都习惯了一个人躲起来 偷偷地哭一会儿 在大部分的人眼中 所谓的坚强就是 与世能忍 问题能扛 但是坚强的人也有脆弱的一面 偶尔 他们也希望有人 能够依靠 偶尔 他们也希望被人 抱进怀中 温柔地说一句 有我在呢 看到有位听友留言说 坚强的人啊 并不是能够应对一切的 而是能够忽视所有的伤害 总有些事 不管你愿不愿意 它都要发生 你只能接受 总有一些东西 不管你躲不躲避 它都要来临 你只能面对 坚强的人不是无所不能 而是不敢倒下 你总是尽力做着自己能做的一切 假装积极地面对着这个世界 哪怕得不到回报 你也还是会给自己加油哭泣 其实坚强的人 更需要认同 他们默默地承受了太多 却还是说着没事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 不用你意志坚强的人 在他的眼里 无论你是坚强还是脆弱 是风光还是狼狈 你始终都是他爱的样子 是这个世界上 最美好的样子 我不会